從三月升息 接下來四月 五月 六月 給你三個月的時間了 結果突然間發現 欸 你要不下來 那不下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著我現在通貨膨脹已經有點炸開了 美聯儲已經沒有辦法控制這件事情了 這個時候黃金才有可能再漲一波 但因為從三月一直到現在目前為止 也不過才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以現在黃金你說它發動有點不太 不太那麼容易啦 它還在觀望 對 除非有個什麼戰爭出來 但如果說你到下半年度 突然間發現美聯儲通膨真的壓不下來 這個時候黃金就有可能再一次被炒起來 所以它的機會點現在目前是在一個觀望時期 然後接下來要等待美國的通膨是不是被壓下來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大家就在思考說抗通膨買黃金就對了 但是今天我們要來觀察一下 市場上面的氛圍是怎麼樣 我有看到一篇報導說高盛預測黃金金價 有機會在年底的時候呢 沖上2500美元 甚至3000美元都不是問題 但在怎麼樣的時空背景 大家去投資黃金或者是投資比特幣 才是正確的 而不是市場上面跟風 你說怎樣就怎樣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方君老師來幫我們解析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方君老師最近有沒有很多人問你問題 黃金黃金好強喔 我應該要買嗎 不管是俄烏戰爭也好 還是說看到這種抗通膨的體材 大家第一個直覺就會想到投資黃金 可是投資黃金 我自己的經驗跟我聽了很多的專家 他們說投資黃金你至少要給自己5年的時間 不是去賺那種短線上面的價差對不對 對 其實現在黃金的意見真的是算蠻分歧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有些外資的報告 就跟你說 那他會到2500到3000 可是有一些人就開始跟你講說 這個俄烏戰爭他快要打完了 那如果說接下來他沒有繼續打 你也會看得到 因為他快打完了嘛 已經打了兩三個月了 所以黃金開始回檔了 這時候戰爭這件事情不見了 那黃金的支持力到底還多不多 所以你會看得到近期的黃金其實 坦白來講他的波動很大 但是他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那這時候我們要分幾大類來看說 黃金接下來會不會漲 那一般來講喔 通常多數市場上會認為 黃金等於抗通膨這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就統計 或者就這個去跑這個分析來講 黃金並沒有直接跟通膨有很大的效益關係 也就是說通貨膨脹出來之後 黃金不一定會漲 黃金有可能會漲 有可能會跌 可是為什麼還是有的人覺得說 通膨來的時候我要去買黃金呢 其實他應該從最一開始黃金對於利息的本質 開始來講起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基礎的這個概念 到我們理解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比較能夠知道我到底要幫他買黃金了 對 首先呢在所有的利息 現在美國升息嘛 所以他是有的利息 利率出來的 對 那一般來講 我們今天到銀行裡面去存錢 你也會領得到利息 只是很低而已 很低很低 對 那你今天投資股票 他也可能會給你股息 對 你今天投資債券 他也可以給你債券的利息 所以你投資某一個商品 他一定會給你某一種利息 嗯 那這個利息呢 在黃金裡面 他其實沒有這個功用 也就是說你買了一個黃金之後 對 你放著 你是領不到利息的 他不會升東西給你 他不會升東西給你 所以在整體的經濟架構裡面 黃金本身是沒有利息的功能 其他的商品是有利息的功能 OK 可是為什麼這個時候 當通貨膨炸起來的時候 大家想去買黃金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今天通貨膨炸起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這個物價上漲的問題 對 當我今天假設物價上漲是三個點 但是我存在銀行裡面的利息 只有兩個點 我是不是每存一年 我就少一個點的錢 對 被吃掉了 那這個 存在銀行裡面的錢 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為叫做明目利率 也就是你看到的利率是等於多少 那再來的話呢 明目利率減掉通貨膨脹率 也就是我們剛才那個兩個點的通膨 這個時候會得到一個東西 叫做實質利率 實質利率就是我到底錢 有沒有去做到增長的動作 所以當今天我發現 我存在銀行裡面的錢 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代表著 我現在看到的利息是假的 我實際上的實質購買力 是越買東西越少 所以舉個例子 有人說美國現在其實 不管升息到多少 跟通膨來相比 被吃掉的話 其實美國可能到今年年底 還是呈現一個負利率的環境 也就是說 他今天升息升了很多 但是我通膨速度很快 8%以上 我還是撿不回來這東西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大家就會覺得 那我持有錢這個東西 我好像也得不到什麼特別的利息了 這時候我不如持有一個感覺保值的東西 這時候看起來的情況下 我不會被通膨吃掉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看黃金 它會不會掌握跟通膨的關係 我們看的是實質的利率 那實質的利率就會有正的跟負的嘛 舉例來說 我現在錢越存越多 這時候就叫做實質利率是正的 對 如果今天我越存越少 舉例來說通膨很多 但是我存的錢進去之後 越來越少 這時候就會變成叫做實質負利率 也就是說我的錢變少了 那你會看得到這個藍線 就是美國的實質利率 那這個黃線代表的就是黃金的價格 那你會看得到 當今天這個實質的利率 藍線往上的時候代表著 這個錢是越存越多的 但如果是往下的情況下 代表是錢是越存越少的 那從這裡你會看得到 當今天它這個從1.6 0.8 開始變成負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黃金的價格 它就開始往上漲了 所以黃金跟實質利率 它擁有這個負相關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當這個負的實質利率 越下來的情況下 黃金的價格漲的會越多 那如果說呢今天 這個實質利率它就不太動 那你會看得到黃金 它基本上也不太動 對 那現在它出現了一個狀況 是在這個樣子 現在目前呢 這個因為通貨膨脹 直接的來了嘛 所以這時候你會看得到 相對來講這個實質利率 它是變富的 那它現在雖然有稍微往上一點點 但是黃金的這個價格還是往上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 就是為什麼市場很分歧 因為跟傳統的一個理論的概念 好像似乎有點背道而馳了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看得到 有一些人開始覺得黃金可以買 另外一些人覺得黃金不可以買 那我這邊覺得喔 如果就這個現在的實務來看 因為美國它決定它要升息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在3月的時候 確定它要升息的 那3月你升息之後 你不可能說我3月升息之後 4月立刻通膨就馬上降下來 不太可能 所以它會有一個醞釀時期 市場會給你一個機會嘛 不會叫你說你今天讀了書 你明天就要考100分不會 那這個時候呢假設今天從3月升息 接下來4月5月6月 給你3個月的時間了 對 結果突然間發現 欸你要不下來 那不下來 那代表什麼 代表著我現在通貨膨脹已經有點炸開了 美聯儲已經沒有辦法控制這件事情了 這個時候黃金才有可能再漲一波 但因為從3月一直到現在目前為止 也不過才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現在黃金你說它發動 有點不太那麼容易啦 它還在觀望 對 除非有個什麼戰爭出來 但如果說你到下半年度 突然間發現美聯儲通膨真的壓不下來 這個時候黃金就有可能再一次的被炒起來 所以它的機會點現在目前是在一個觀望時期 然後接下來要等待 美國的通膨是不是被壓下來做決定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如果複製來看的話 我們是在這個升息循環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其實黃金也是在 對 然後這個美國的實質利率也是在盤 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陷入這樣子的一個 Nino裡面 對我們現在即將要陷入這個狀態裡面了 所以它需要有一個契機 也就是說一翻兩瞪眼 一翻兩瞪眼 對 那這個契機大概就是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美國通膨炸掉 再不然就是戰爭發生了 其實你會發現歷年來 在黃金漲最多的時候 其實不是通膨出現的時候 戰爭 黃金漲最多的時候是戰爭爆發的時候 決議來說在1819年 那個時候川普一直在打中美貿易戰 所以那個時候黃金無限制的往上漲 那接下來呢 川普又去打了一個這個伊朗 那個時候黃金直接再往上漲 然後再來呢 川普選舉之前 就跟大家講說都是中國的錯 所以當時候到2020年的那個前半段 你會發現黃金整個直接很誇張 直接上兩千 那近期黃金在漲什麼 近期黃金在漲的是烏鱷戰爭 它打下去那個彈飛彈丟過去之後 黃金直接也上兩千 所以你會看到真的黃金在漲 漲的過程裡面 其實多數來講 比較不會是因為這個 升息通膨去漲 它比較會因為這種天災人禍 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戰爭爆發的時候 它會去漲 所以如果說接下來 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戰爭啊 那這個時候 黃金有可能會被觸動 但如果只是就升息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它的反應還沒有到那麼快 所以它可能會漲 可能會因為美國的通膨壓不下來 而有漲 可是那種漲不會是暴衝型的漲 不會是暴衝型的漲 不會是暴衝型的漲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原因 因為呢其實 在我們看黃金的計價的狀態裡面 它其實是美元對黃金的計價 所以你通常一般來講 你會看得到黃金的這個報價 叫做SAUUSD 也就是說呢 我要用多少的美金 能夠對話AOMS的黃金 所以當今天呢 會影響到金價的變化 就兩個嘛 一個是黃金本能很厲害 對 另外一個就是美元跌得很厲害 對吧 比較弱勢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 就會產生黃金往上漲的現象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戰爭的東西 就是黃金本能很厲害 但是如果說你是舊後者 這個美元本身很厲害的話 你會看得到 這是美元指數跟黃金本身的關係 這個藍色的喔 一樣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就是 衡量美金強弱的 它越往上的情況下 這個 越強 那黃金的價格呢 這個越往上代表著 就是金價也是往上漲的 那你會看得到 在過程裡面 這個美元指數 它在往下跌的情況下 這個黃金其實跌得 好像也沒有很多 嗯 在這個美元指數往上漲的情況下 黃金本身也沒有漲的很多 對 所以它現在為什麼黃金也會這麼膠著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黃金本能跟美金之間相互拉扯的關係 嗯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說是黃金本身擁有很大的話題 黃金漲的幅度就會很大 可是如果單純就只是美國生息通膨 美國的關係 這個時候其實是黃金的幅度 不會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大 那邊漲上來 黃金也跟著漲 這一波的原因是什麼 你說在這個地方 1819年這一塊 1819年這個美元指數漲 然後黃金也跟著漲 這個地方是因為剛剛我們講的 中美貿易戰 哦 就是 就是美元漲了 但是我的黃金本身也很強啊 對 所以這個時候黃金漲的 你會看到比美元還要來得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就是黃金本能的東西 跟美金本身的東西 投資黃金 就像我剛剛破題的時候講 很多人說投資黃金 你不要去賺什麼一個月的金價價差 你好歹年起跳 單位是年 三年五年 甚至是有人一存黃金就是存十年以上 台灣其實最多數人會去看到買黃金的 第一個當然是比較老一輩的人 他去買這個實體的黃金買了一個這個金式啊 金塊 買了一個金塊啊這種東西 對 但是其實比較年輕的人 他會去銀行裡面做這個黃金存折 就是我有個存折 然後我每個月定期定額可以去扣這黃金啊 或者是欸我覺得黃金便宜的時候我去買它 但是你不會領得到那個黃金本能哦 你如果去買黃金存折 你真的要把黃金領出來的時候 你要補一大堆的錢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集期的匯率跟現金的匯率的差別 所以你還是要補錢 那為什麼投資黃金在台灣不太 不太好做 或者是我們要放長一點 原因是因為你會看得到在黃金存折裡面 你們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 黃金存折裡面它一樣跟我們去做外匯 它有買價跟賣價兩個差別 那黃金存折的這個點差 也就是銀行跟你收的那個手續費 其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說你要黃金長一大段之後 你才可以回到成本區 除非它長了很多 比如說那無二戰爭直接往2000充的這種 那你才有利可圖 但是如果像它是那種慢慢長的 你其實是賺不到什麼太大的差價的 所以如果就傳統裡面我們認知上的 我要去買黃金賺價差 那這個方法顯然是不太好用的 有另外一種是拿來做黃金的差價 但我必須說這個東西真的比較投機性 它做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差價合約 差價合約台灣可以做的範圍 大概就是外匯保證金 還有這個期貨海外期貨這兩個地方 那差價合約本身這個遊戲規則設計 就是拿來賺差價的 也就是說在傳統上我們認為說 我們一定要擁有這個黃金本能 我才可以賺得到黃金的差價嘛 居然說我要有1盎司的黃金 所以這個時候我才可以賺到黃金的差價 那這時候我就要去買這1盎司的黃金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跳脫出來 你是做差價合約去買黃金的情況下 它不是給你1盎司的黃金 它給了你是1盎司黃金漲跌的資格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等於說你是去負擔一筆錢 然後去擁有這個黃金漲跟跌 你可以操作的資格 這時候如果單純的就 你只是很想要去賺差價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 你就直接往差價合約的這一個路徑走 它對你來講效率會高非常的多 那個工具是像黃金期貨嗎 對有點像黃金期貨 或者是外匯保證金裡面的黃金 那美金現在又剛好在走一個強勢的狀態 這時候相對來講 欸我不動 那我就先被你拖著走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你說黃金要在這個短期之內 它開始打低往上 我覺得還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這個的話 投資朋友如果說你是真的很想要投資黃金的話 我會建議你稍微再等等 那如果你真的是 我就是擔心 好愛黃金 我買不到它 我覺得萬一它走了 我的此生作業就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你大概頂多啦 就10%或20%的資金去做就好了 因為等它真的萬一跌下來的情況下 那這個時候你還有一些資金 可以去做一些彈性的運用嘛 那萬一它真的漲上去了 它漲上去之後 它也會回倒嘛 你就剩下的時候 再把你該買的買期就好了 不過黃金要砂盤可能真的比較難 它頂多就是不漲 你真的就是很想要買 然後你又願意放兩年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 但如果不是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還是先稍微的觀望一下下 那等到下半年度真的那個通膨炸掉的話 那不用你講 一堆人就會衝進去買了 你就會發現那個機會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對黃金來講 就是比較等待的狀態 好所以短線上面 我們對黃金就是停看停來看一下 接下來國際的局勢 到底是怎麼樣的發展 是會比較安全的一個做法 感覺上現在的投資環境就是 握好現金 繫好安全帶 不要隨便的來去買 不要隨便的去進場 甚至是加碼 感覺上是一個比較保護自己荷包的方式 今天非常感謝方君老師 那記得影片按讚之外 也要訂閱中天的財經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 Gü słu penser